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这几个近期大热的半熟蛋糕 是否很想吃呢? 不过,热爱吃蛋糕的阿珊 竟然零头四路,为何呢? 其实自己很喜欢吃甜品 或者做蛋糕的间中 有一次在外面试试过半熟蛋糕 发觉原来很松软,很好吃 所以试试自己找直谱,试试自己做 在外面试试的过程发觉 原来要做一个半熟蛋糕 蛋黄用的量都比较多 因为它要做到半熟的状态 蛋黄的蛋黄量要多些 比起一般的海绵蛋糕 蛋黄需要的份量就多了 这样做下去,蛋黄的蛋固醇也会挺高的 另外,阿珊又怕荒吉的蛋糕糖分太高 决定自行改良 只需要将两只全蛋和一只蛋黄 连同小小柠檬汁和蜂蜜搅匀打散 再分三次加入砂糖 然后一边坐热水 一边打到起泡至凝固 我们拿起发蛋器 在上面留一些蛋糕 在蛋糕里面 它滴在蛋糕里面之后 它不会太快不见了些纹 但以程度来说,还可以多打一会儿 成型之后,就可以加入低筋面粉搅匀 最后入烤炉以160度 烤10至11分钟就完成了 刚才已经完成的半熟蛋糕 我们会做一些装饰上去 除了想它更漂亮之外 我们在营养方面也想考虑多一点 我会选择用低脂的希腻乳酪 因为低脂的希腻乳酪蛋白质会相对丰富 而且糖分也不太高 选择低脂的原因 也是刚才说的 脂肪也会少一点 之后可以再随意添加水果 增加纤维和口感 麦香就不错了 营养价值又怎样呢? 你提供半熟蛋糕的食谱 我做了一个粗略的营养分析 看到它大概每100克的蛋糕 就会有96卡路里 比起我们刚才说的半熟蛋糕的热量 就低很多了 低了三倍 每一个蛋糕就大概50克左右 再随意 40多卡一个蛋糕 都是可以接受的热量 通常我们说健康的小食 都是限在100卡路里之内 都是可以接受的 在全日来说 营养师还说 加希腊低脂乳酪 可以代替忌廉 和增加饱肚感 如果真的很喜欢吃蛋糕 最好自己DIY 可以控制食材和份量 健康很多的